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近日 电影维和防暴队宣布杀青并发布了一张 提主创人员的大合照 该电影于2021年2月27日在广西 调开机 然而从一开始却备受关注 1100多名工作人 历时三年多的筹备与拍摄从主演 主创 题材等级 方面来看 也许会成为2022年另一个军旅商业片报 顶流演员塑造维和精英维和防暴队主演有黄 于 王一博 钟楚希 张哲瀚 谷嘉诚等 这些演员的 称 一看就非常熟悉 因为正好都是如今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艺人 黄景瑜曾被称为来娱乐圈当 人的艺人 他也曾承认 自己有军人情节 英雄情 而这种情节 则是来自于从小到大家庭成员的 淘他的爷爷 爸爸 还有他的兄弟们 家里很多人 当过兵 这些年 黄景瑜演了不少军旅题材的影 剧 红海行动的顾顺 破冰行动的李飞 决胜时刻 陈有富 亲爱的容装的梁牧泽 检查风云的李锐 等对王一博来说 维和防暴队是他的首部大营 作品 但却不是第一次演警察 此前 王一博还在 《雨火》中饰演一名缉毒警察 该剧还没播出 但王 博的警察剧照早已发布 从剧照来看 王一博少 气依然有 但更多了一份硬朗 此次在维和防暴 装造型 强大的主创制作班底刘伟强这个名字 信很多观众并不陌生 作为导演和监制 他有许 的代表作二十年前的《无剑道》系列 至今看来仍是位 不多的神作之一 在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之 他总能找到一种双赢的方式 如今 在主旋律店 和商业性之间 他又探索出一种更好的方式此 《烈火英雄》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维和防暴》的导演李达超 则是刘伟强多年御用的动作指 两人合作过《风云》《蓝血人》《无剑道2》《商城》 二人的末 配合也让人更加期待此次的精彩呈现 张显清 正能量 传递和平使命 一众青年演员也 青春彰显正能量 真实演绎出《维和警察城在河》 使命 传递友谊心愿的面貌 展示出《维和警察》中 拼搏 团结 奉献的精神 让更多观众了解中国为 警察的英勇风采 从官微放出的海报看到在相 好 都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致敬那些无私 现 用个人性命肩负重责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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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